总统府发言张敦涵在昨天表示 宪兵211营有一名弟兄在29号 5月29号这天确诊 根据了解证明宪兵5月23到25号期间 他担任是总统府一号门的正校卫兵 这段期间他没有进入总统府的主建筑屋内 也没有和总统府员工有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 那么他和总统蔡英文还有副总统赖清德之间 也没有任何的接触室 和他同企式的两名亲民接触者 筛检也结果出炉都是阴性 昂少阔部精神抖擞脚 脚步整齐化医负责总统府为安的宪兵211营 府前进行卫少交接疫情期间 口罩戴金镜消毒作业不马虎 就是因为病毒入侵总统府 总统府证实一名驻守大门的宪兵确诊武汉肺炎 现在连同他的两名室友也跟着被隔离 号称铁卫营的宪兵211营爆出确诊案例 府方和军方都不马虎 只是根据府方说法 这名宪兵在5月23号到25号期间 担任总统府一号门的战绍卫兵 5月26号休假身体不适就已筛检 时间推算确诊官兵23号到25号 可能就有传染力 虽然军方紧急采取防疫措施 但人存有疑虑 2111营门口管制森严内部四个连一个 勤务排不像一般营区的面积 里面空间较为狭小 又与总统府相连 军中又多半是团体生活 群聚风险难以排除 这名官兵负责一号门的哨兵勤务 更是吃重角色 包括总统副总统部会官员等 政要进入府方开会 几乎都会从这里进出 加上哨兵交接也都在一号门的警卫庭中 到底有多少人接触令外界相当忧心 也没有与总统府员工及高阶长官 有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记录 府方强调确诊官兵 没有与总统在内的任何人接触 但营区也彻底进行清洁消毒作业 落实防疫工作 但铁位宪兵金船染疫军方严密监控 不让政府援手陷阱危机 记得张嘉玲 廖伟宏采访报道 连周期 由忧心 JEFF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